不是我说 有些帖子提的要求 实在是太过分了 它让我把这些孵化出来的小溜溜 全部挑出来数一遍 从而得到一个准确的孵化率 并且重点来了 并且它要我在数的过程中 分开公布颜色 脑洞都这么大吗 你是怕它们窜肿呢 还是怕它们早点呢 你知道你这么玩 是很容易失去我的 知道吧 有一个条件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弄一颗卵 然后放大 给你们看一下这颗卵的细节 上期没看清楚是吧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然后呢还有很多朋友说 这个水有点浑了 还有一些坏卵要弄掉 要换水 我弄了一缸水 把这水换一下 给你们看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那个水流 是不是像静止的 它明明是流动的 但是你看起来就像静止的 这是我刚刚在换水的时候发现的 我换水是特别小心翼翼的那种 我把这缸水抬高 然后用这个增氧棒的氧气管 通过红溪的原理 让水流到这里面 这下我动了一下 能看到水流在动了 刚才是一点看不到 然后从这个角落 再弄一个氧气管 通过红溪原理 把水换到缸里来 这样的话 那这缸水在不知不觉中 它就换了一遍 是吧 这个现象 真的好好玩 现在动了 刚才一点都看不出来 水流在动 哎呀呀呀呀呀 全跟上来了 水我已经换完了 可是想把这个坏卵吸掉太难了 这个鱼还动了一下 它也在动 去年我们可以把坏卵挑掉 是因为去年的鱼卵 在没孵化之前 就已经被打散了 可是今年你们看 这个鱼卵呢 它全部是在被外面的这层白膜 全部包裹在一起 泥洞 整体洞 全体连在一起 今年想挑这个坏卵 太难挑了 除非就是 下剪刀 走里面把这个白膜 全部给它 给它剪烂了 但是就怕尝尝小鱼 因为今年孵化力太高了 它不像去年 白卵太少 今年这个坏卵 实在不好弄 没几颗 就这一片全部加在一起 看出来也不到十颗的样子 也就五六颗吧 这个要不先别弄了 我弄个小鱼 给你们 静静看一下 特写看一下 这边都不好弄 我得找一个单体的出来 单体的好下手 那全部连在一起的 你只要弄一个 全部跟出来了 容易伤着鱼卵 这个 这个草叶上就一个 我直接把这个草叶给它剪断 然后连叶子 给它取出来 放在容器里 对吧 这就不容易伤着鱼卵 就一个吧 确定就一个 别连着就行 实在是太难了 太小了 放在哪里都看不太清 就放手心还好一点 这里是头啊 六角龙的头 已经出来了 就这个形状 然后它脸边的那个 三个角的处须也长出来了 后面是尾巴 目前只能看到这些 嘴巴都看不太清楚 只能这样的贴子吗 不能搞久了 得放回去 怎么有毛毛啊 你的生命怎么会有毛毛啊 这么出来的怎么回去 还是给你放在这片叶子上 让你回去 喂 飘起来的 没事 飘起来也没事 很多人质疑说 这里可能没有三百克卵 因为你们看的都是上面 和侧面 然后给你们看这边 那下面还有密密码码的 真不少 下次再换手的时候 或者是下次我在拍的时候 很可能全部都活不乱跳的了 瞧好吧帖子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